柯文哲現在是變成10年前最討厭的樣子 他究竟是學壞還是本來就壞呢 我先跟各位說本來就壞 柯文哲他現在是不是說 打造他的缺錢的一個人設 選票跟鈔票他都要 柯文哲一樣嘛 他最可怕的就是什麼呢 阿伯的傻笑摸摸頭摸摸頭 對不對 謝謝大家 網美前再次的募款 再推限量的商品 競選的官網同步上線 特別到11月的時候 他就說 選總統要準備100億 我會證明不用花很多錢也能慎選 後面證明了他花了很多錢 買了假民調也沒慎選 你看看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還在繼續哭窮 對啊 沒錢就要嚴門脫波啦 柯文哲梭溜嘴說 整個黨褲的一個餘額 自嘲民調第三只是個reset而已喔 還說媒體都不賣我們廣告 這句話最氣人 結果他下次 我要靠小額募款才不用欠財團人情 後面還說什麼 我不辦募款餐會 大家直接捐錢就好了 他連請個廚師都不要 柯文哲的一個新人社 小平哥他就說了 他可以從6點喝到10點去拔國民黨的裝 柯文哲講的一口的好紅酒 很厲害 因為我們曾經聽他這樣講講一兩個小時 而且很慧品喔 很慧品 柯文哲酒量好 紅酒威士忌啤酒什麼都能喝 酒量生不可測 真的是當中謎團疑點越來越多 我要請敏寬上來啦 就是說已經好幾天沒有開查上記者會了 那他們到底在忙些什麼 還有就是說 因為柯文哲常常在那邊哭窮 你看我們民眾黨就是很清廉 就是很窮有沒有 然後我們都珍惜每一筆小額的捐款 等一下敏寬也要跟大家好好來看看 他到底募了多少錢 分了幾次再募款 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喔 過去老國民黨時代 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一個黨營事業 那時候很多樸實的台灣人 他們很多的土地很多的財產 通通被搶走了 所以後來政府利益良善 他們就說你們政黨不需要自己去做生意 你們只要有選票 我們每年會給你所謂的政黨補助 你只要好好經營你的政黨就好了 再跟各位說一次喔 柯文哲他們今天幹了這麼大的一個買賣 出了這麼大的包 未來的三年半 還可以拿接近7億的政黨補助款 哇 各位你去想想看 這件事情多讓人生氣 可是柯文哲現在是變成10年前最討厭的一個樣子 他究竟是學壞還是本來就壞呢 我先跟各位說本來就壞 過去是把自己的狐狸尾巴藏起來 所以呢先來談第一個 多日未查查帳的記者會 柯文哲現在說了 我要委託所謂的公正第三方 據傳台灣現在所有的會計師事務所 看到民眾黨來 大家跑得只背了 沒有人敢當那個所謂的公正第三方 為什麼呢 我就問各位嘛 你要怎麼說慶元春同一天可以吃26703 中午吃一次晚上吃一次 你要怎麼去跟人家報仗說 我今天在選舉的當中 同一天 同一間便當店有三張的爆戰當 三張的爆戰當數字都一樣 然後我們在看 一吃再吃 所以這兩天我們先來談到 所謂的一個陳志涵 陳志涵這兩天居然有一個新的台灣的 所謂的台灣英文出來 If you 電電 Nobody say you 會告 居然會出現這種字 然後我們再來看前面這張 這張是更有趣的 我們來看許甫 許甫的年紀比陳志涵低 因為他剛出道我們就認識他了 今天你許甫你沒有辦法把你們民眾黨的當 給說清楚 你今天還可以在私底下說 Adobe現在不是很怎麼樣嗎 人家這個是大型的跨國公司 他無論如何 他今天賣你包套也好 或者是你們租一段時間 因為Adobe很多人在用 你今天有任何的不高興你都可以說 可是我們要來談幾個重點 現在柯文哲8月23號抵達了民眾黨黨部的時候 很多的媒體就問了 那主席主席有沒有問到黃珊珊要不要整個持立委 被爆豪宅的背後的金主是全聯 林敏雄他們的秘書已經出來否認了 他們說不是 不是 所以15樓是烏剛大王的 15樓是烏剛 15樓是烏剛大王的 柯文哲先是說怎麼有這麼多的一個謠言 後來探口氣說 讓我們把帳整理好一次澄清吧 但是我先跟各位說 這個可能會等到猴年馬月 再跟各位說 沒有人敢去當公正第三方 因為這筆帳太複雜 這筆帳太複雜 天天開也是你說的 一次查再公布也是你說的 天天開我們要的是那個大海 你不能夠天天拿那個漱口杯給我們 99塊寫成98塊 然後還要放大成一大張 然後後面重要的18張集在一起之後 大家看不懂 現在單據正本都被檢察官扣住了 誰敢去對仗 有內臟啦 學長我跟你說啦 不可能沒內臟 他們講那個什麼沒內臟 那個都騙人的啦 有白內臟啦 有白內臟這個有可能 好 再來說 柯文哲的一個新人社 小平哥他就說了 他可以從6點喝到10點 去拔國民黨的裝 周小平是怎樣 一天在那邊爆料 真的假的啦 先跟各位說 柯文哲講的一口的好紅酒 很厲害 因為我們曾經聽他這樣講 講一兩個小時 而且很會評喔 很會評 好 鍾小平8月22號在節目張通 他就爆料 他就說柯文哲的人脈是多方的 議員這一條線 他造就了很多的人脈 那過去是市長嘛 市長跟議員之間 其實彼此之間 人家說人情老一山 你老好笑話 這個也應該 可是不管藍綠他都幫 柯也曾經跳過議員 自己來交朋友 所以後面很多人要去掉 整個市長是晚上的錄影帶 掉不出來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柯文哲分化國民黨 先對國民黨本土派來動手 時任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陳永德曾經幫忙柯文哲 約里長約42個人 在莊敬路的一個地方喝酒吃飯 柯文哲酒量好 紅酒威士忌啤酒什麼都能喝 酒量生不可測 陳永德酒量算是好的 也喝得快醉了 柯文哲過去他是醫生 醫生都很會喝 特別是開刀醫生 但是他不會開刀 那還好 要不然喝了酒手抖 沒有 他是有壞習慣 但是沒有好傳統 他是有壞習慣沒有好傳統 開刀醫生都很會喝 但重點來了 柯文哲他現在是不是說 打造他的缺錢的一個人設 選票跟鈔票他都要 人家說選舉重要就兩張票 一交照選票一張叫鈔票 可是沒有想到很多的小草 現在最氣是什麼 人才兩師 這個感覺就跟我六年前的感覺一樣 人才兩師 那個是很不好的一個感覺 我們來看2023年的5月24號 他那個時候要去訪美了 訪美前再度的一個募款 對不起 這5月24號是 小額募款24小時先突破3500萬 然後柯文哲一樣 他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阿伯的傻笑 摸摸頭摸摸頭對不對 謝謝大家 這個是要選舉的5月24號 9月27 那個時候要訪美了 據傳訪美很可憐 因為我們聽到訪美的行程的時候 真的嚇一跳 他們訪美的時候沒有人要讓他訪 據傳他們還曾經就大家坐著計程車 在路上閒逛 他們坐公園 阿伯坐公園 因為不知道要訪誰 你在美國沒有外交布袋 沒有僑領帶 你沒有政要要接見你的 這個很麻煩 好 訪美前再次的募款 在推限量的商品 競選的官網同步上線 特別到11月的時候 他就說 選總統要準備100億 我會證明不用花很多錢也能勝選 後面證明了他花了很多錢 買了假民調也沒勝選 這個是很大的麻煩 我真的拿了他1000多萬 他就花了很多錢買了假民調 重點是那個民調叫壯膽民調 那壯膽民調後面是什麼呢 後面是整個藍白直接切掉 你看看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還在繼續哭窮 對啊 沒錢就要嚴門脫波啦 柯文哲說溜嘴說 整個黨褲的一個餘額 自嘲民調第三只是個reset而已 然後還說 媒體都不賣我們廣告 這句話最氣人 結果他廣告下 結果他下這句都多 結果他下這句都 哇 先跟各位說12月那句話的時候出來 所有的小草是民情激憤啦 天啊 台灣整個藍綠兩檔 把整個媒體全部都包光了 媒體都不賣廣告 先跟各位談 媒體他們養這麼多人 也要賺錢什麼可能不賣廣告 真的來按照流程 其實都會買的 結果證明各位他買最多嘛 我要靠小額募款才不用欠財團人情 然後呢 後面還說什麼 我不辦募款餐會 大家直接捐錢就好了 他連請個廚師都不要 他連請個廚師都不要 成本都不用花 然後重點是在於呢 2024年的1月11日他就說了 選總統不需要準備21日啊 我不賣款啊 錢多了就會亂用 每次都什麼話都你在說 什麼話都你在說 美鳳我有一個疑問 是 我們不是1月13日投票嗎 對 他1月11日賣款是要賣 就最後撈北風北啊 最後要撈北風北啊 就是他沒有什麼東西 需要大筆的錢啊 他有很多東西我們看不到 他那個新莊那個地方 弄得那麼破壞 他要花1600萬耶他到底錢 花到什麼地方去 他投票了還要人家捐錢 這個叫撈北風北對不對 可是你來看齁 在2018年的時候柯文哲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募款 到阿彪就觀戰 還說我們會整個酸對手 要撈到最後一秒 所以我們簡單的把整個 柯文哲三步驟先來跟各位說 誰撈到最後一秒 就他 柯文哲2012到2014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說我欠款欠700萬 那個時候跟他兩夫妻還特別蓋印章 貸款了2000萬出來選舉 對 選舉各位第一次選上了 選上完之後呢要連任 是在2018 2018他說什麼呢 我們打款達標就觀戰 還酸對手 你們都撈到最後一秒鐘 各位這是2018 後面各位市長做完了 市長做完了之後各位 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狐狸尾巴露出來之後 就是這些一大堆 各位就是這一大堆 所以再回到剛才跟各位說的 柯文哲騙了很多人 很多人離開柯文哲之後 都會黑柯文哲 我就是我就是 但我當初我跟各位說 我就是跟小草一樣 人才兩師 所以我的憤怒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的真正面目 我們是知道的